第771张魔器入体 一道浑身漆黑的影子 毫无半点气息波动 陡然出现在了沈洛身后 双手一攀他的肩膀 一个闪身 便直接融入了他的体内 等沈洛发现不对劲时 已经迟了 黑色人影侵入体内的瞬间 沈洛就感到丹田当中一阵刺骨冰寒 头脑深处却觉得一片灼烧 他的眼前突然变得一片模糊 双耳间听到的声音也变得含糊不清 整个人意识模糊地前后摇摆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不好 魔器入体了 牛魔王见状 立即叫道 众人见状 也是脸色骤变 毕竟从那气魔珠中逃逸出来的魔器 可是来自魔神持有 怎么办 万岁狐王眉头紧皱 开口问道 千控制住在说 一旦夺入魔道 恐会杀心大气 牛魔王没有犹豫 说道 说吧 他手腕一转 掌心中已经浮现 出一只巴掌大小的滚圆藤球 上面密密麻麻 镇刻着符纹 乃是一件禁锢类的法宝 沈道友 对不住了 牛魔王眉眼一横 说道 就在其即将出手之际 万岁狐王却突然叫道 等等 先别急 牛魔王微微一正 视线落在沈罗身上后 当即停止了施法 只见沈罗身形虽然还在摇摆 但周身之外却已经亮起了一层金色光韵 其头顶之上更有丝丝缕缕 但金色雾气生疼 体内法力似乎正在急速运转着 这是怎么回事 沈道友体内可没有三位真火 这魔器也飞气魔中那般徐徐图之 他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牛魔王大为不解道 沈道友精修黄亭金功法 本就身具面膜神通 想来也是凭借此功法才能相抗 万岁狐王猜测道 此刻 沈罗虽然双目缘争 他的眼前却如同蒙了一层黑布 什么都无法看清 丹田中的刺骨冰冷质感还在实时上涌 朝着他的法脉当中侵袭 所以他不得不全力催动着黄亭金功法 才能令其内法力不至于被冻结封锁 与此同时 他的使海里仿佛燃起了熊熊大火 漫天回营里 隐隐约约能够看到无数模糊身影在相互厮杀 一阵阵直抵心神的血腥气息和杀戮力气 同时冲击着他的理智 这种来自精神和肉体的同时折磨 即便是沈落 也有些难以招架 他的胸前逐渐开始剧烈起伏 气息也开始变得混浊 双手虽然掐绝抱在身前 可以伸法力运转 却还是被丹田内的冰寒气息扰乱 渐渐的有些难以为记起来 不好 他快撑不住了 万岁狐王发觉不妙 立即喊道 牛魔王稍作迟疑 抬手一挥肩 那梅定海珠再次飞掠而出 落在了沈落头顶 只见其单手一掐法掘 朝着定海珠打去 其上顿时绽放出无数道蓝色光芒 层层叠叠相应 如海水荡起的万道涟漪 怕了 你救了我儿一命 这定海珠便射给你了 牛魔王略意犹豫 自语道 说吧 他手掌向下一按 那梅定海珠缓缓向下一沉 其行由石化虚 竟是顺着沈落的颠顶一点点沉入 融入了他的体内 在沈落的石海之中 漫天的雪与火 几乎已经要将他彻底吞噬 在那火海雪焰之外 更有无尽的黑色魔器 正在逐渐蚕食他的石海 眼看着他便要沦陷其中 这时 在其时海上空 突然有一片清亮的蓝色光芒从天垂落 如落下一片甘霖 顿时将四周灼热异常的气息 压制下去不少 神洛阳头朝高空望去 就见头顶上拨出一枚大如玉盘的蓝色光球 如明月高悬 散发着阵阵磅如海的清凉灵气 随着这些灵气渗入 神洛的神智开始恢复 神魂之力开始重新主宰自己的石海空间 心念一动之下 石海当中便有一阵滔天海浪涌起 压向四面八方 神念潮水很快将火海雪焰淹没 与四周的黑色魔器冲撞在了一起 僵持不下 在他的丹田之中 冰冷的黑色魔器正在快速运转 试图侵染他的法力 并朝着法脉中侵袭而去 黄庭金功法压制之下 却仍有一点点被蚕食的迹象 若是放任下去的话 神洛也不过是延缓了些许时间 最终魔化也是必然的结果 诸位 以我自身法力 恐难压制这吃油魔器 还请诸位前辈帮忙 神洛夺回石海之后 便以神念传音道 要我们如何做 万岁湖王马上问道 从我神门 山中 百慧和大锥四处要学上同时灌入法力 我会牵引其进入法脉 倒逼丹田魔器 尝试将其驱逐出体 神洛说道 好 我再换一人过来 万岁湖王说道 让我来 这时 红孩的声音突然传来 转醒之后 他已经恢复了不少 孩儿 你 牛魔王迟疑道 父王 我没事 神道有余 我有再造之恩 让我出一份力 红孩摆了白手 说道 牛魔王见状 默然点了点头 他们四人来到沈洛身侧 各自并起双指 朝着他身上四处穴位上隔空一点 开始各自运转法力 朝着沈洛体内渡去 其中 牛魔王修为精深 一股精纯妖力从百慧学当先灌入 如一道山巅瀑布飞流之下 入了沈洛的任督两脉 同时冲流下来 万岁湖王紧随其后 法力自沈洛双手神门学灌入 走两条手绍因心惊而入 化作一股清凉之气 与沈洛的法力相互结合 运转平稳 今晚和红痕分别站在沈洛身前和身后 各自将法力度入沈洛山中和大锥两处要学 前者修习轨道功法 法力阴寒 后者兼具佛门神通 法力阳刚 两者各走一线 到大有遥相呼应之感 次人法力入体 一开始时 沈洛并未觉得有半点轻松 反而体内对这四股截然不同的法力生出排斥 全赖他以心神引导 才并未出现相识状况 而眼下 他就像是从四处调遣外来军队 平定自家经济要地叛乱一般 小心统领着这四股法力持援丹田 第772章转世遇尔 次人的法力一路穿行法脉 终于在沈洛丹田内的法力被魔器侵染的最后关头 冲入了他的丹田之中 与吃油魔器冲撞在了一起 沈洛衙关紧咬 等待着几者之间的激烈厮杀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丹田被炸裂 再以大开拨束进行极限修复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出乎意料的一幕出现了 盘踞在沈洛丹田内 四处攻城掠地的那道吃油魔器 在被包括沈洛自身法力在内的五道法力冲击时 并未出现剧烈冲撞的情况 反而是相互凝集 互相缠绕旋转 化作了一团龙眼大小的灰白漩涡 不知因为何故 那六种并不相同的力量 竟然彼此吸收 相互融合了 还不登沈洛弄清楚怎么回事 那玄于他丹田中的灰白漩涡 竟是突然剧烈旋转起来 从中生出了一股强大无比的吸引之力 牛魔王等人为求稳妥 本就没有急于撤走法力 这时被这股力量猛的一影 体内法力顿时如潮水一般狂涌而出 纷纷流入沈洛体内 再汇入那灰白漩涡中 啊 沈洛顿时只觉得 几道法脉像是突然爆发山洪的河道 被滚滚而来的法力冲刷得居痛不已 简直濒临崩溃 这是怎么回事 万岁狐王惊叫一声 快快撤走法力 牛魔王爆喝一声 然而 他们的法力已经被这漩涡牵引住 又岂是那么容易断开的 一时间 竟是谁都没能撤走自己的法力 红海本就重伤未遇 没多久体内的法力就被抽干 双眼一翻 又昏死了过去 红海 牛魔王一声轻呼 身上一道光芒剧阵而出 直接强行阻断了法力 俯身将儿子抱了起来 开始探查其他的状况来 而随着他们灌入的法力中断 那灰白漩涡的某种平衡似乎也被打断 旋转之势逐渐停歇 万岁狐王两人这才脱困 同时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沈洛丹田内的那道灰白漩涡 终于停歇下来 不再继续侵蚀沈洛的法力 好似归于沉寂 再没有了别的动静 沈洛对此却不敢有半点放松 依旧神石紧绷 小心调动着法力靠近灰白漩涡 可那漩涡此刻却变得十分安静 旋转速度很是缓慢 当中也无任何波动传出 对于沈洛的法力靠近 同样也没有了半点反应 取久之后 沈洛逐渐平息了自身气息 这才缓缓睁开了双眼 这时 他就看到牛魔王等人都围在身侧 朝他头来了探寻地目光 似乎都在询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诸位前辈 我此刻心里也有无数个问号 只知道似乎是我们所有人的法力 与那魔器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平衡 其暂时归于了平静 沈洛苦笑一声 说道 牛魔王几人眉头深锁 各有思量 不管如何 吃油魔器不再反事 终究是好事 日后小心提防一些就是了 万岁狐王略意迟疑 开口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 牛魔王点头道 沈洛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才从地面站起 神色忽然微微一变 仰头朝高空望去 紧接着 牛魔王也仰头望向远处高空 只见天边风云突变 一层黑云以压城之势滚滚袭来 很快就遮住了半边天空 云层之上 传来阵阵雷鼓之声 声若惊雷 震得整个击雷山都微微震荡起来 沈洛常眉眺望 就见云层之上隐隐绰绰占了无数身影 一个个披甲直兵 若不是到处散发着冲天妖气 倒真有点天兵下凡的阵势 直到此刻 他都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神识之力 已经比原先强大了数倍 这些念处 才刚得势几天 就将天庭那套学了去 牛魔王赤道 牛魔王 我主念你也是一方枭雄 望你顺应天使 早日归父 这时高空中忽然传来一声高鹤 声如滚雷 沈洛寻声望去 发现说话的正是那太已经的黑色骷髅 你们敢当魔族鹰犬 便自己去当得好 莫要再来找不痛快 若不速速离去 定叫你们有来无回 牛魔王一声高鹤 声如红中 牛魔王 莫要着急 既然你无心归降 咱们做比买卖如何 黑色骷髅不仅不慢道 然而 回应他的却只有一个字 滚 牛魔王这一声吼出 不再只是提高了音量 而是将魂后法力渗透其中 化作一道道几乎肉眼可见的音浪 直冲入高空 那些站立在黑云上的腰兵门 不少被这股声望所震 纷纷昏死过去 如落雨一般从云端纷纷掉落而下 敬酒不吃吃法酒 牛魔王 你且看看这是谁 黑色骷髅冷笑一声 突然喝道 说话间 其身后腰兵纷纷退开 让出了一条通道 一名身着白色长裙的妙龄女子 被两名腰兵压着 走到了最前方 女子身形玲珑 容貌极美 一双凤眼里 沉满了泪水 脸上还带着无辜惶恐的神情 视线在前方游离不定 如同一只受惊的幼虎 在看清女子面容的瞬间 牛魔王和万岁狐王全都呆在了原地 怎么可能 那莫非是玉儿 万岁狐王喃喃说道 牛魔王已经忘了说话 双眼一直盯着那女子的脸颊 从眉毛弯折的弧度 穷鼻隆起的弧度 再到嘴角那颗颜色浅淡的朱砂质 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 太像了 若非转世之身 绝不可能会有如此一模一样的容貌 牛魔王也忍不住喃喃说道 沈落在一旁听着 心中逐渐了然 那被妖魔带出来的女子 恐怕就是万岁狐王当年最最喜爱的女儿 也是牛魔王的心爱之人 欲念公主的转世之身 两位前辈 魔族诡诈 还是看看情况再说 略意犹豫后 沈落还是传音提醒道 牛魔王拳头紧钻 对青莽说道 用你鬼眼神通看看 她的身上可有古怪 青莽文言 点了点头 双手同时掐了一个法绝 遮盖在了自己的双眸之上 以这种十分古怪的姿势 朝着那女子凝望过去 片刻之后 她双手一松 开口说道 骨相无意 并未有什么遮蔽之法 也不曾被拆骨整翅 只是她的神魂似乎有所残缺 既然骨相未改 那她多半就是玉尔了 看她这茫然无措的样子 似乎根本没有认出我们 多半便是神魂不全所致 万岁狐王眼中多有疼惜 说道 万岁狐王此言一出 牛魔王的脸上也浮现出 痛悉和愧疚之色 牛魔王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条件了吧 这时 黑色骷髅开口问道 你们想要什么 若是要我两不相帮 那可以 但若是想让我做魔族的走狗 那绝无可能 你们胆敢动玉尔一分一毫 我定让你们千倍万倍偿还 牛魔王眼眸微眯 寒声道 第773章真实目的 我就知道 大名鼎鼎的牛魔王是真性情的豪杰 放心 既然你不肯归顺之心 若磐石 那我们也就不再强求了 你可以置身事外 我们甚至可以保证 以后与你们翠云山 积雷山和钻头号山间和平相处 互不侵犯 黑色骷髅缓缓缓说道 这些废话少说 你的条件是什么 牛魔王冷冷问道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 就是立即交出你手上的天策 黑色骷髅说道 此言一出 牛魔王脸色顿时一尘 牛魔王身怀天策一事 怎么连魔族都知晓了 沈落心中也咯噔一响 搞出这么多事来 原来你们是图谋此物 牛魔王也未否认 冷笑道 道有此言差矣 我等原本接到的指令 乃是邀请你加入 只因你态度坚决 不得已才退而求其次 来求取这天策的 黑色骷髅说道 这么说来 只要我交出此物 你们就会放了御尔 自此眼其息骨 退出鸡雷山地界 牛魔王挑眉问道 沈落见他神色无异 与其平淡 心里不禁猛的一尘 不错 就像我先前所承诺的 日后魔族各部 与你以及你的亲属部族 全都相安无事 再不会新兵讨伐 黑色骷髅点头道 这天策本就是旧天庭一物 我看着也觉得厌烦 给你们便是 日后若再来惹是生非 可就别怪我举足相伯 与你们不死不休了 牛魔王冷哼道 那是自然 黑色骷髅大喜道 魔族狡诈 不可轻信 沈落见状 连忙提醒道 绿儿在他们手上 你让我做何选择 牛魔王瞥了他一眼 说道 狐王前辈 你劝劝他 沈落看向万岁狐王 说道 后者看向云端上的女子 面露男色 欲言又止 沈落见状 心里默然叹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也都没用了 牛魔王身下腾起一片青色云团 身形就要飘飞而起 道友还是留在原地 将天策送过来就好 这时 黑色骷髅却劝阻道 牛魔王眉头一皱 还是停了下来 喝道 即是如此 你我一同行动 我送上天策 你放归日耳 如何 好 一言为定 黑色骷髅几乎没怎么犹豫 便答道 牛魔王双目微明 抬手一挥间 身前金光闪烁 一本金色书册悬浮在了他的身前 他只是瞟了一眼书册 似乎真的很是不喜 随即抬手一挥 将之打了出去 天策在虚空中飘浮而起 朝着黑色骷髅飞掠而去 前辈 对不住了 天策绝不能落在魔族手中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窜出 一把将天策扯入怀中 做事就要逃离 沈道友 一声怒吓响起 九根巨大无比的雪白虎尾从四周探出 当即封锁住了他的去路 沈落还来不及施展顿术 一只漆黑大手就从虚空中探出 将他一把钻住 我念你与我们有恩 这次就不计较 莫要得寸进尺 牛魔王飞升来到镜前 从沈落手中抽出天策 抬手挥向黑色骷髅 黑色骷髅见状 也是抬手一推 将玉面公主转世的女子推下云端 牛魔王见状 立即松开沈落 飞升赢了上去 然而 就在玉面公主靠近牛魔王的瞬间 他的丹田处却突然亮起一道绚丽白光 一股压抑许久的力量眼看就要爆发 自暴丹田 沈落眼眸猛然一缩 这妖魔果真耍了心机 玉面公主转世之身 自暴丹田的力量或许伤不了牛魔王几分 但其身死对他的打击却绝对是致命的 牛魔王双目瞪圆 身形骤人加速 几乎是瞬移一般来到女子身前 探出一掌按在了他的小腹上 一股股柔和的力量缓缓灌入 硬生生将那即将爆炸的力量 给压制了下去 你们找死 牛魔王一手将女子揽入怀中 怒不可遏道 结果 他的话音未落 一遍抖声 躲在他怀中的女子 原本梨花带雨的脸上 突然浮现一抹残忍之色 袖中突然划出一柄通体幽黑的短笔 朝着牛魔王的心口猛然捅去 不好 万岁狐王大叫一声 却已经晚了 对女子几乎无甚防备的牛魔王 心口处猛然喷出一道鲜血 溅满了女子脸颊 其被这炙热滚烫的鲜血浇在脸上 脸上那股残忍之色顿时褪去 光芒松开了手掌 眼中就只剩下了慌乱无措 父王洪寒精生叫道 我 我做了什么 女子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惶恐的叫道 没事 没事 这本来就是我欠你的 牛魔王一手轻抚着他头发 低声安慰道 绞心 这时 沈若突然高声喝道 牛魔王的身后 一道黑色残影突兀浮现 手中握着一根黑色尖锥 与那黑色短笔位置相对 朝着他的后心猛然刺出 找死 牛魔王怒吓一声 根本无需转身 横臂朝着身后猛然砸了出去 机体内法力狂勇而出 在手臂上缠绕出一条条青色眩光 如同穿着一件青光臂甲一般 横扫而出的瞬间 青光灿烂绽放 爆发出一道耀眼闪光 空的一声震天声响炸起 一股狂暴气浪顿十次高空扫向四面八方 驱空云气激荡 阵阵连一鼓动 黑色骷髅被这股磅驱力直接打飞进万丈 一路砸毁了他的妖魔大军中 将成百上千的妖兵撞击得四分五裂 尸骨难全 驱空中鼓动而起的飓风 更将那片承载着妖兵的黑云直接撕碎 整个妖魔大军顿时溃散 如飞煌一般纷纷逃散 万丈虚空之外 黑色骷髅模样凄惨地站在虚空中 其一条手臂已经完全炸裂 胸前肋骨也断去三分之一 而最为严重的则是他的脊椎 上面出现了一道几乎贯通的裂痕 任凭他如何以法力修复 始终都无法弥合 大力牛魔王 果然名不虚传 索性还拿到了天册 不至于全无所获 黑色骷髅仅存的一只骷髅死死攥着那本金色书册 有些庆幸道 只是当他的视线下移 落在那本书册上时 眼窝里浮动的两团鬼火突然剧烈地抖动了两下 紧接着整个身子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只见方才还精光意义的书册 此刻赫然变成了藏青色 上面书写着几个扎眼的金色字迹鬼话连篇 令他被感受辱 而在这书册飞夜 还夹着一根泛着金银光泽的狐毛 第774章承诺 黑色骷髅直至此刻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牛魔王几人合伙耍了 他们之前起的冲突 完全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包括那人足小子的抢夺 也都是做给他看 让他相信这东西就是天策的 只是还不等他发作 就看到虚空中一道人影及驰而来 一条手臂上倒倒青光凝聚 如同缠绕着一缕缕青色火焰 朝着他当头砸了过来 黑色骷髅顿时大惊 此刻他已然身受重伤 若是再给牛魔王砸上一拳 他这一身骨架定然要粉碎开来 到时候即便侥幸不死 胸围也要折损大半 自然不敢硬汗 其身形骤然一闪 朝着远处急顿而走 牛魔王眼见其顿逃远去 身形也逐渐停了下来 只是不等缓缓降落 就好似突然脱离一般 从高空中笔直追落了下去 沈落等人见状 顿时一惊 纷纷急飞而过 来到了他的身边 等来到镜前 几人便看到 牛魔正满脸痛苦地躺在地面上 他的胸前还扎着那柄短笔 上面正有丝丝缕缕黑色光芒蔓延 渗透进了他的胸膛 这是卷魔毒 万岁狐王眉头紧皱 神情凝重道 沈落文言 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这血魔本是持有 障下一等一的魔族大能 其一身魔血神通害人听闻 心间毒血更是连太乙仙人都难以抵挡的剧毒之物 而那黑色短笔上侵染的 就极有可能是此毒物 众人对此等毒物 皆是束手无策 一个各只能及的干瞪眼 红孩 你过来 这时 牛魔王突然开口叫道 父王 红孩立即俯身到了境前 方才为了击退纳斯 没有及时封锁血毒 已经有部分侵入了心脉 现在你要用三味真火制烤伤口 帮我暂时控制住毒素 不至于被其侵染整个心脉 牛魔王开口说道 父王 此火赤裂 恐烧灼血毒之时 会伤及你的心脉 红孩担忧道 无妨 你尽管来做 即便伤及心脉 也比被血毒侵蚀来得好 牛魔王说道 好 孩儿会尽力护住你的心脉 红孩略意犹豫 点头道 牛魔王有些欣慰地点了点头 扭头看向一旁的 那名犹如兽金又兔一般的女子 眼神温柔道 你过来 到我身边来 女子有些畏惧 又有些愧疚 心里挣扎了片刻 还是走到了跟前 俯身蹲了下来 牛魔轻轻握住他的手 冲他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无碍 今王道友 劳烦你再仔细帮他探查一番 看看体内是否还有隐患 沈落开口说道 那名鬼修看了牛魔王一眼 剑气点了点头 这才走上前来 抬起一只手掌 轻抚在女子头顶上方 掌心中释放出一圈圈黑色光韵 探查了起来 片刻之后 他收回手掌 雷头紧皱到 他的三魂七破不全 有一魂一破被扣押在别处 想来之前突然行刺 也是受他人控制所致 能否找到其魂魄所在 牛魔王问道 可以制作一盏七宝玲珑灯 通过魂魄彼此间的联系找到 只不过此法也只有在一定的距离内才能生效 若是离得太远 就没用了 青莽说道 定然是在他们 哦 牛魔王话没说完 突然闷哼一声 原来是洪海已经开始施展竖法 单手扣在口鼻前 将一旅三位真火凝成火线 打入了牛魔王的伤口中 定然是在他们的老巢中 可惜眼下我无法动身 否则定要将这一火妖魔灭杀干净 牛魔王咬牙 狠狠道 他的一魂一破上在魔族手中 我们恐怕不能贸然行动吧 万岁狐王看了一眼女子 有些犹豫道 不错 我等非但不能轻举妄动 还得想办法尽快救出他这一魂一破 魔族发现天策仪式被骗 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不救出他的魂魄 我们便会处处受到撤肘 神若点头道 空海小心控制着火焰 烧灼牛魔王心口处的伤痕 能够看到大量毒血被燃烧后 发散出来的黑色烟雾 当中还伴随着屡屡生肉焦熟的气味 牛魔王除了最开始时 稍有难耐之色 眼下神色已经恢复如常 只是其额头并脚处不断躺下的冷汗 足以说明他此刻忍受着怎样的剧痛 眼下即便控制得注血毒 我的伤势一时半会也绝难恢复 好在先前重创了那黑色空楼 倒是不怕他卷土重来 只是如何救人就成了问题 牛魔王迟疑道 我精通幻化之术 由我偷偷潜入 或许能有机会救出他的魂魄 万岁狐王皱眉思量片刻 开口说道 魔族再度来犯只是时间问题 狐王前辈还需坐镇积雷山 暂时不以外出 来积雷山之前 晚辈道也在这火妖魔盘踞的黑狼山带过 对里面的情况有所了解 不如寻找此女魂魄一事 就交给晚辈去做吧 沈洛开口说道 他的脑海中忍不住浮现出黑狼山雪池中 那个藏身在紫色球体内的古怪人影 心中隐隐觉得 那控制玉面公主一魂一魄之人 多半就是他 沈道有此言道也有理 只是这本是我们积雷山的事 则好让你冒如此风险前去 万岁狐王晨银片刻后 说道 同为对抗魔族的阵营 无需太分彼此 沈洛摆了白手 说道 痴情弄到现在这种状况 只要能够找回 玉面公主转世之身的一魂一魂魄 牛魔王倒向讨伐魔族这一阵营 就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加之牛魔王手上有那至关重要的第五片天策残卷 此事做成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你当真有把握做成此事 牛魔王开口问道 晚辈也就只有这一条命 哪能毫无把握就去冒险 沈洛说完这句话 又觉得哪里似乎不太对 一时间有些微微发愣 只要你真能救回玉尔的一魂一魄 我便答应你 从此与天庭和地先之流结盟 共同讨伐之游和魔族 牛魔王文言 郑重说道 第775章一魂一魄 前辈有此承诺自然是好 不过一切还是等晚辈凯旋而归之后再说 沈洛笑道 也好 不知你打算如何潜入魔族巢穴 牛魔王问道 晚辈身上有一件法宝 族可以助我遮掩气息 悄悄顿入魔族巢穴腹地 之后就只能随机应变了 沈洛说道 先前为了帮你镇压吃油魔器 我将定海珠封入了你的尸海当中 眼下我在传你一门特殊的炼化之术 可以助你将此珠彻底炼化 凭借此珠 你可以将自身神魂波动完全隐藏 即便是太乙仙人 只要不是有什么特别法宝 或者修炼过什么特殊的神念神通 就都难以察觉到你的神识波动 牛魔王说道 怪不得隐约之间感到自己神识之力 似乎有所提升 原来都是有赖前辈封入如此重宝 晚辈受之有愧 沈洛文言 倍感差异道 本就是为了报答你拯救红孩的恩情 所以你不必挂怀 此中还有其他妙用 我就先不与你说了 之后你也会自己发现的 牛魔王说道 说吧 他便开始传音给沈洛将恋化之法传授给了他 多谢前辈 沈洛抱拳说道 沈道友 此去凶险 我没有什么好能给你的 只有这一根本命狐毛可以赠予你 也无甚特别用处 能帮你幻化三次身形 只要你清楚幻化对象的气息波动 便可变化得与其一模一样 一个时辰之内不会有任何破绽 哪怕是太乙仙人也无法察觉 万岁狐王说着 手腕翻转之下 掌心中多出一根蛋金色的狐毛 递了过来 多谢 沈洛立即接了过来 使用知法与寻常幻化之术没有太大差别 手心攥紧狐毛 心中观想要变化之人的模样 一太和气息波动 再以法力催动即可 万岁狐王叮嘱道 晚辈记下了 沈洛点头道 说吧 他又将目光一向亲茫 开口说道 有劳前辈制作一盏七宝玲珑灯 需要半个时辰 金王点了点头 说道 如此正好 晚辈也去炼化订海珠 稍作休息 沈洛笑道 金王来到玉面公主转世之身的女子身旁 单手一翻 手中多出一朵白脸 另一只手在女子头顶拔下一根青丝 再指尖一绕 又朝着她的眉心一点 旋即就有一点朦朦白光从中引了出来 笼罩在青丝之上 而后 她从秀中取出一尊白色灯盏 将那青丝与白脸放了进去 开始手掐法绝 口颂咒语 朝着那灯盏中度入法力来 沈洛也已经盘膝坐下 开始按照牛魔王所受的法绝炼化起定海珠来 在她的石海当中 定海珠依旧如明月玄天 释放着淡淡的光泽 可当她的法力开始缠绕其上 试图将其炼化时 明珠光泽顿时暴涨百倍 几乎瞬间 这种光芒印满了她的石海 犹如一阵清风荡敌而过 令她使海中所有污浊一扫而空 整个人几乎瞬间进入了入定空明的状态 沈洛心中颇为震撼 虽然因为梦境中资质绝佳地缘故 她往日修行也是次次都能很快进入这种状态 故而才能修行速度极快 可像这样 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 就能立马入定的感觉 还是令她觉得十分美妙 随着炼化的进行 定海珠在沈洛时海中封存的状态逐渐解开 而其与她之间的联系却变得越发紧密起来 这就意味着 之后她可以全面掌控这件宝物 将其从事海中取出去用 怪不得牛魔王前辈说这定海珠还有其他妙用 眼下看来此言当真不虚 其居然还是一件品质极高的水属性法宝 沈洛心中惊喜不已 半个时辰很快过去 沈洛和金莽先后完成 从原地站了起来 另一边 牛魔王的伤口也处理完毕 之后就需要他自己想办法疗伤驱毒 恢复伤势了 金莽手捧着一盏白色灯盏 来到沈洛身前说道 七宝玲珑灯之所以能够寻引魂魄 除了有安魂定魄之效外 靠的也是原本神魂之间的联系牵引 有玉池白莲为基 神魂灵光为灯火 青丝为灯芯 便可制成七宝玲珑灯 你只需等到靠近一定范围时 以法力点燃灯芯 此灯就能感应到那一魂一魄的存在 灯火便会朝那个方向偏移 这个范围有多大 沈洛问道 千丈范围之内足以 越是靠近 火焰便会越明亮 不过灯有有限 所能支撑这点灯火的时间也就有限 你得先进入魔祖老巢 之后再用 金王嘱咐道 嗯 我会想办法先确定一个范围 而后再点燃七宝玲珑灯 神若点头道 还需要注意的是 七宝玲珑灯本就是靠魂魄之间的波动联系探寻地 故而其散发出的波动无法隐藏 寻常妖魔或许无法发现 但抽出他一魂一魄的人 定然能够察觉到 所以 当你点燃七宝玲珑灯的一刻 就有了暴露身形的可能 金王再次叮嘱道 到了那个时候 就得看运气了 神若文言 眉头微醋 点了点头 他心里已经打定了注意 只要拿到魂魄 就立即施展震翅千里顿树 从黑狼山逃出来 届时再收敛气息 一路逃回来便是 神道友 此事就拜托你了 万岁狐王抱拳 说道 牛魔王也向神若投来了 期许的目光 晚辈这就去了 诸位静候佳音 神若笑了笑 说道 言必 他身上顿光一起 身形直掠而出 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临近傍晚时分 天色江岸未暗 神若的身影从一片密林上方缓缓落下 此刻他距离黑狼山也不过只有百里之遥了 落地之后他手腕一转 掌心中光芒闪动 一块泛着萌萌光芒的黄色手帕浮现而出 正是之前原道人借给他的那件先天灵宝 神若按照原道人所受法门 催动黄色紧怕 令其光芒一闪 长大百倍 将自己周身裹了起来 身形向下一探 整个人瞬间就没入了地底 在他周围黄光笼罩 虽与大地密切相接 又好似丝毫不受土石影响 他心中默念了一个极字 身子便猛地朝前窜了出去 开始在地底急速穿行 速度丝毫不比飞行缓慢 约莫数十息后 神若身形突然从地底岩石中逆冲而出 直接掉入了一个巨大的地底练习当中 身形下落石树杖后 掉在了一道蜿蜒而下的石阶上 第776章训斥 神若为急站稳身形 就听到上方忽然有声音传来 便又立即催动黄色锦帕 身子一缩 又顿入了石阶下方 与此同时 他心念一动 催动起定海珠 将自己的气息波动技术掩盖了起来 竖起双耳仔细聆听 不一会儿 一阵沉重而杂乱的脚步声从地面传来 两个妖族一前一后 从上方走了下来 你听说了没 这次黑骨大王出去 听说半点好处没捞着 还给那牛魔王打断了半截身子骨 嘖嘖可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其中一头妖物 开口说道 似乎还有点性灾了祸 你是真不怕死 赶背后非一黑骨大王 不怕他拆了你的骨头 另一头妖物就谨慎得多 出言提醒道 怕什么 你又不会告发我 再说了 黑骨大王眼下也不在这黑狼山 说不定此刻正在尊者面前哀训呢 前一头妖物颇有些是死如归的气势 仍是说道 这道也是 他们全都牵走了 可偏偏把咱们哥俩留下 在这里吃苦不说 还得受那黑骨的气 哎 另一妖叹息道 牵走了 沈若文言 心中一阵狐疑 黑骨大王一向对我们妖族苛刻 他手下这个黑骨更是变本加厉 咱们中除了几个修为高点的还能混个好脸色 你我这样的小喽啰 还不都是人家脚边上的蚂蚁 哎 你说的也是咱们投奔魔族不就是图个狗活鱼是吗 眼下还是朝不保夕 时时担心被他们拿出去当炮灰不说 还要担心一个不留审 就给这些魔族们随手撵杀了 当真是憋屈 还不如回去投奔其他大妖呢 另一头妖物叹了口气 惆怅道 现在想回去 是很难了 那些大妖一个哥要么归降 要么躲着不敢出来 咱奔谁去啊 早晚不都得被魔族拿下 牛魔王这样的妖王都不肯出头 还有谁能庇护咱们 前一头妖物苦笑一声说道 一语说吧 两个妖魔都沉默了下来 过了片刻 又都一口同声道 要是其天大圣还在 就好了 听着两个小妖略 有些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沈落的身形从石阶上缓缓冒出 跟着朝里面走去 时间蜿蜒 一路向下延伸而去 四周隔着很远才有一节亮光 沈落隐约还能听到前面 两个小妖断断续续的言语 正犹豫要不要拿出七宝玲珑灯探查时 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一声怒吓 两个不开眼的畜生 找死吗 紧接着 便是方才两只小妖不断低速的求饶声 让你们拿个酒水磨磨蹭蹭 是想找死吗 又一声怒吓响起 沈落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 在石阶尽头处 看到了一座宽广的地底大厅 里面四周都点着篝火 看着很湿明亮 在大厅中央 正站着一个浑身漆黑 面容好似恶鬼的魔族男子 正伺着獠牙训斥着身前跪倒的两只小妖 其中一个头身弯角 河下有一撮山羊胡子 乃是一头山羊腰 另一个面有木纹 肤色灰鹤 看着似乎是一颗树木成金 呸哭大人 饶命 饶命 我们俩不是故意磨蹭 都是怕打碎了您的酒水 这才不敢走得太快 您莫要动怒 饶恕我们吧 两人全都冲着大腰磕头如捣算 显然畏惧到了极点 可即便如此 魔族男子却依旧怒气不减 抬起一只手掌 掌心中凝聚出一团黑色雾气 朝着那头山羊腰族叹了过去 眼见于此 山羊腰顿时吓破了胆子 颤声道 黑库大人饶命啊 叫换个什么剑 你稀饿我这魔器 或许还有机会魔化 日后便不用做这些卑贱杂役之事了 您为黑库的魔族男子 吃笑一声 有些不屑地说道 黑库大人 我们都知道 不是谁都能魔化的 万一魔器不纯 或者体魄太弱 实称不过去魔化过程 就要丧命的 求您饶恶我吧 山羊腰几乎带着哭腔哀求道 一旁的木巾只能低身 伏在地上颤抖不已 根本不敢帮着说半句话 令山羊腰没想到的是 她这一句话 彻底激怒了黑库 你言下之意 是说我的魔器不够精纯 黑库冷笑一声 问道 不敢 不敢 小的是说自己体魄孱弱 受不得 山羊腰子之失言 连忙解释道 她的话还没说完 黑库就已经厌烦了她的锅躁 一把抓散了手中魔器 直接一掌探出 朝着山羊腰的头顶就拍了下去 助手 就在这时 一声立刻传来 黑库闻言一愣 抬头看去时 见一道人影从阶梯上走了下来 其脸上神情一变 顿时换做了一副谄媚神情 小跑着迎了上去 大王 黑库一边跑着 一边冲着来人公声叫道 在他的身前 此刻正站着一架黑色空楼 身上骨骼多有裂痕 身上气息看着很势不稳 赫然是先前袭击击雷山的魔族 头领黑骨大王 这会儿 您不是应该在黑蒙山那边吗 怎会过这里来 黑枯见对方没有说话 心中略有些疑惑 小心询问道 眼前之人自然不是真的黑骨 而是沈洛以那根本命胡毛所化 有了之前打过的几次交道 他对黑色空楼的气息容貌都已经颇为熟悉 故而幻化成其模样 我该到哪里去 用得着你来指手画脚吗 整日里不做正事 就跟着些小喽啰计较 你还有什么出息 沈洛冷哼一声 说道大王教训的事都是属下的错 黑枯立即低头认错道 两名小妖听到黑骨的声音 吓得根本不敢动弹 心中更是连幸灾乐祸的情绪都不敢生出 你们两个孽畜 还不敢紧滚 留在这里碍眼吗 沈洛低吱一声 两名小妖闻言 如蒙大赦 竟然真的滚动着身躯 往时间那边去了 沈洛心中暗叹一声 看向黑枯说道 这都多久了 这里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吗 黑枯闻言 心中逆领 有些迟疑的说道 大王 这雪池在这里修建了多年 清理起来实在有些难度 这两日来 属下一直也没敢怠慢 只是想要马上完成 还需要些日子 第777章前往黑蒙山 沈洛听闻黑枯之言 眼中鬼火微闪 心中暗道 原来这些妖魔搬走 才不过两日 按那两个小妖所说 他们搬去的是什么黑蒙山 沈洛思索了很久 也没能想起在哪里 磕磕 行了 这里的事情 交给下面去做就好了 你先跟我返回黑蒙山一趟 沈洛倾咳了两声 开口吩咐道 回黑蒙山 不妥啊 大王 尊者他们撤走之前交代过 这里的血池痕迹没有清理完毕 不许我离开 黑蒙文言 连忙摆手说道 别忘了 你是尊者的下属 还是我的 沈洛眼中鬼火一缩 寒生问道 黑蒙对他这个动作很是熟悉 往往黑骨大王动怒时 就会这样 您 当然是您 既然您说要我回去 那定然是有要事 属下自然跟您回去 只不过 尊者那边 黑哭连忙说道 那边你不用顾及 我自会处理 沈洛语气稍缓 说道 尊命 黑哭立即说道 行了 废话少说 去下面交代一句 咱们马上动身 沈洛摆了白手 说道 是 黑哭音了一声 立马朝着大厅另一边的一条通道跑去 在里面下达了命令后 又赶紧返回沈洛身边 两人一前一后 沿着石阶重新回到了地面 路上沈洛经过先前看到过的雪池 里面已经彻底干涸 不少地方已经被拆毁 但仍可看到其上有一缕缕金线通往地下 很显然 这雪池下方有法阵支撑 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般寻常 回到地面上后 沈洛对黑哭说道 你来玉空飞行 我要调养伤势 是 黑哭不敢有半点迟疑 立即阴道 说吧 他抬手一挥 身前当即乌光闪动 浮现出一艘通体乌黑的木质非洲 大王 请 黑哭谄媚道 沈洛身形一跃 落在非洲靠后位置 直接盘膝坐了下来 黑哭见状 连忙也登上非洲 单手一掐法掘 运转法力催动起来 黑色非洲上升起滚滚魔云 将周身托举而起 煞时间就到了万丈高空 而后乌光猛然一闪 变化作一道流光远端而走 沈洛心中微压 这黑哭看起来不过大成巅峰修为 催动着非洲急迟的速度 却不比真先慢 两人一路飞行了半个多时辰 出了黑狼山地界没多远 前方就出现了一条横垫 在大地上的山巒 山是蜿蜒 如无功盘踞 那座山脉沈洛认识 其名为油盐山脉 主峰是一座千丈孤峰 名为木丁山 就在他以为两人要月峰而过时 黑哭雀压低船头 朝着主峰山下落了过去 这里莫非就是黑蒙山 这些魔族给他改了名字 沈洛心中诧异 却没有开口询问 两人落下山林之后 立即有一队妖兵冲了上来 在看清两人身份后 立即行礼 沈洛大摇大摆往山口方向走去 黑哭也忙跟了上来 踩走了两步 沈洛忽然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向黑哭 问道 我要去见尊者 你也要跟着 黑哭心中泛起一阵苦涩 暗暗嘀咕了一声 不是你叫我跟着回来的吗 那大王是要属下 只是他嘴上却不敢如此说 只问道 你就在山下等候 我见了尊者之后 有事情要让你去做 沈洛默然说道 是 黑哭立即说道 不知为何 他心中却总觉得 今天的黑骨大王 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劲 沈洛点了点头 转身继续往黑蒙山上行去 只留下黑哭在原地一阵发猛 进入山道走了百十步 就看到沿途一座港哨 里面铸守着七八名妖兵 见到沈洛 纷纷行礼 沈洛不做理会 继续向内而行 等来到一处无人的僻静地方 这才再次取出黄色锦帕 将身形一遮 而后蹲入地下 直接往山腹内部而去 山腹之内 沈洛恢复了本来面貌 周身被黄光笼罩 手腕一转之下 掌心中多出一盏白色油灯 里面盛着不知是何物的乳白色油脂 微微发散着淡然的香气 他只见一年灯心 一丝法力督入其中 由灯上立即火苗一闪 亮起一道悠然范绿的光芒 沈洛仔细盯着那点灯火 山腹内自然无风 火苗却好似被风吹到一般 朝着右手方向微微偏转 他随其身形移动 以土盾之树朝着右侧移身而去 在山腹中穿行百渔战后 前方突然一空 沈洛的脑袋冲出了岩壁 眼前出现了一座面积不小的山腹空间 里面亮着大片篝火 当中处赫人修筑着 十数个大大小小的雪池 看那龟脂模样 与之前在黑狼山中所见到的 几乎一模一样 四周也都镀立着一根根暗红色的主子 上面镌刻着各式符纹 只是并无光芒亮起 似乎尚未运转 沈洛在王雪池正中央看去 便看到那里摆放着一方紫黑色的巨大石块 通体散发着银银紫光 上面却并无原先见过的那个紫色球体 自然也不见当中那个人影 看样子是刚刚搬迁过来 这雪池法阵还尚未开始运转 沈洛暗自想到 眼见四周并无人助手 沈洛身形从石壁中穿出 随即遮掩了气息 落在了地面上 落地的瞬间 他手中的灯盏微微一晃 里面那点如豆般的灯火摇曳了几下 突然朝着一个方向猛的偏转了过去 沈洛见状 目光一明 视线立即朝那边投去 就看到雪池对面的山壁上 有一座漆黑的门洞路口 身形随即一闪 略向那边 进入门内 沈洛沿着一条山内通道 一路向内走了百十步 来到了一座面积不大的四方石室 里面四壁镶嵌银石 亮着冷清的光芒 他才刚来到门口处 手中的灯盏里火焰就猛的一闪 直接朝着室内方向倒了下去 沈洛顺势望去 就看到石室内靠墙的地方 摆着一张长条石桌 上面放着一只琉璃玉瓶 里面雾气生腾 隐约可以看到一只幼狐影子 蜷缩在瓶底 果然在这里 沈洛心中一喜 随即放开神念在石室内扫尸了一遍 第778章清零玄女 沈洛眼见石室内并无异常 这才小心翼翼走了进去 来到了暗己旁 他盯着瓶子里的幼狐 见其神情奄奄 似乎显得很是疲倦 心中不禁有些担忧起来 遇见魂破本就虚无 长时间离开本体之后 便会逐渐衰弱 直至消散在天地间 御眠公主这一魂一破离体之后 又被人施法操纵 肯定消耗得元气更多 若是不能尽快回归本体 恐怕当真会有消散之险 沈洛不再迟疑 当即熄灭了手中的七宝玲珑灯 抬手抓起那琉璃玉瓶 直接收入了秀中 道友 你难道不清楚 不问字取是为偷盗吗 这时 时事门口处突然传来一个清冷声音 什么时候来的 沈洛闻声一惊 以他的神识之力 竟然没能发现对方是何时靠近的 我 强压他人魂魄 只怕是比偷盗之举还要恶劣吧 沈洛回过神 冷笑一声回道 他的视线扫过 这才发现站在门口处的 是一个身形恶魔的女子 其身着金丝于领甲 几乎将整个身子包裹 勾勒出两条迷人曲线 只露出一截雪白的修长脖颈 和两只如玉手掌 其脸颊颇为轻瘦 脸上戴了一张黑色金属面具 形如恶鬼 外秃獠牙 与其完美身段相衬 倒真有几分罗刹女史的感觉 沈洛稍一试探 就发现女子脸上的面具不是俗物 赫然将她的神识之力完全隔绝 令人无法亏其真容 先前令她无法察觉此女靠近的 多半就是此物 我亲临悬女本就是邪魔 做点恶劣的是不是应该的吗 道友既然冒死来到了这里 那也就不用离开了 这边的雪池里也正好缺乏你这样雪奇充明的原料 女子讥讽一笑 说道 抱歉 我来这里可不是与你厮杀的 日后若有机会 咱们再行切磋 沈洛呵呵一笑 抱拳说道 说吧 她抬手覆盖上黄色锦帕 身形骤人一缩 就朝地底顿去 我可没说让你走 自称为清零玄女的面甲女子健壮 突然猛一跺脚 身上一股磅礴气浪冲击而出 瞬间将沈洛施法打断 沈洛被这股力量猛然冲击 身子一番直接朝着后方的墙壁上猛撞了上去 是她 沈洛感受到这股气息的瞬间 就确定下来 眼前这名女子正是之前在那雪池法镇中央 藏身在那眉紫色圆球中的人 她抬手一撑墙壁 顺势猛的一蹬 身形倒转而回 朝着清零玄女一圈砸了过来 在其体内 黄亭金功法急速运转 身后一头金像和一条金龙虚影浮现 随着她撞向了那名女子 后者见状 单手附在身后 只是稍稍撤开一步 进而驱止成爪 朝着沈洛一爪打了过来 躯空之中 一股急速破空气流响起 竟然犹如龙云一般响亮 一只硕大的飞色龙爪凭空浮现 与沈洛的拳头冲撞在了一起 空的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无比的冲击气浪 从两人拳爪相机之处传了开来 席卷向四面八方 直向四周山壁同时 震得崩裂开来 浮现出无数道珠网般的裂隙 沈洛只觉得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直冲而来 唯有僵持太久 就将她身后的金龙金像同时撕碎 连带着她的整个身躯 也被一爪打飞出去 同为太乙镜 此你的实力实在惊人 比那黑骨大王要强上太多了 沈洛心中惊叹 人却借着那股力量 如一赶标枪一般朝着 本旧军列的石壁上砸了过去 与此同时 她已经再次催动黄色锦帕 打算入土的瞬间就借土盾之树逃离 然而 清灵玄女却似乎已经看穿了她的想法 不等她触碰到石壁 一只巨大的黑色龙爪已经当头扣下 一把将她攥在了手中 卡的一声响 清灵玄女手掌骤然攥紧 那扣着沈洛的黑色龙爪也同时收紧 是要将沈洛直接揉成粉碎 可是很快 清灵玄女眼神就忽然一变 显得有些讶异 其紧扣的手掌试图钻地更紧一些 结果却发现掌心被一股无形力量撑着 根本无法收紧 她朝前方望去 就借那黑色龙爪中央 牵着一颗硕大的黄色圆球 任凭她如何用力 都无法将之抓破 沈洛泽暴毙站在圆球中央 一脸的轻松惬意 这件法宝莫飞 清灵玄女眼眸微凝 眼中泛起沉吟之色 绿意思量后 她抬手伸回龙爪 右手拇指和食指一搓 打了一个响指 指尖上玄机声腾起一层黑色火焰 事实这个 清灵玄女轻斥一声 随手朝前一挥 那一层火焰在飞离她手指的瞬间 疼得一下 化作一片浓烈黑焰滚滚而来 瞬间就将那黄色光球淹没了进去 然而不管那黑色火焰如何烧灼 黄色光球皆是纹丝不动 连有半点碎裂痕迹 黄色光球乃是沈洛按照原道人所受密法 虽动黄色紧怕之后凝聚而出 只知乃是一门防御神通 却不知道威力究竟如何 眼下这一试验 沈洛才明白过来 此物极有可能是不输六成编一级别的宝物 在某些方面来说 甚至有可能还在六成编之上 道友想不到你竟然能得到这件宝物 看来也很有一番奇遇 以黑色火焰困住沈洛之后 清灵玄女竟然不再急于进攻 反而开口调侃道 不知为何 沈洛听她如此说话 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古怪之感 在去看她时 竟然莫名觉得有了一丝熟悉之感 可在仔细回忆一番之后 记忆里却并不曾记得什么清灵玄女 也找不出一个能与之对应的人 我这宝物不过是路边随手捡来的 尚不知她有何特别之处 还请到有解惑一二 沈洛笑着问道 清灵玄女对沈洛的话自然是不信的 便只是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就在沈洛思索这女子打的什么算盘时 她脸上的神情突然一变 立即猛的一手捂住了自己的小腹丹田位置 终于发觉了 刚才看到你的时候 就隐隐感受到你的体内似乎有魔器残余 看起来似乎是从红痕身上转移过去的 这魔艳不为烧着你 只是想要引动你体内的魔器罢了 精灵玄女冷笑着说道 第779章险境缠斗 你半天不进攻 就是为了等这个 沈洛有些奇怪的问道 你这大地壁仗我从外面打不破 就只能想办法从里面突破了 清灵玄女笑道 沈洛脸上神情变得越来越难看 腹部的异样之感也似乎越来越强烈 终于她忍耐不住 朝着前方一头栽倒了下去 紧接着 笼罩在她身外的黄色光球也随之逐渐消散开来 就在黄色光球出现裂口的一瞬间 所有黑焰立即如活物一般涌了进去 全都落在了沈洛身上 她口中不禁发出一声惨烈哀嚎 挣扎着站起身 朝另一面时必冲了过去 精灵玄女见状 抬手并指一挥 一道乌光从上方指展而下 瞬间将时事顶臂连同沈洛一起 总劈成了两半 沈洛身上随即浮现出一道血线 身子尚未来得及分裂开来 就被上方砸落下来的碎石淹没了进去 砸得血自横飞 精灵玄女一击斩过之后 梅座停留 身上乌光一闪 就从原地消失了 在她走后 乱石中的沈洛蚕尸 突然颜色消退 化作了两截白纸人偶 在一片星火当中 燃烧成为了灰烬 与此同时 数十里之外的山林中 一道身影悄然浮现 正是逃出升天的沈洛 好险 还好有华道人赠予的白纸人替捷 不然这一下还真未必接得住 她回望了一眼深厚 心有余记地喃喃自语道 方才在山腹之内 那自称清灵玄女的魔族女子 打出的黑色魔艳 的确与她体内封存的那些 灰白气玄产生了些许联系 但并未真的激发魔气反噬 她不过是顺水推舟做做样子罢了 不过 那女子最后那一技斩机实在犀利 若不是沈洛没做犹豫 直接用了那没能够抵挡致命伤害的白纸人 眼下只怕已经受了重伤 此地不宜久留 还是速速离去的好 沈洛双臂一盏 两条手臂上晶莹光芒骤人亮起 身形瞬间拔跌而起 做事就要远端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人影精准无比的出现在了 她飞略而起的轨迹上 迎面一掌按下 虚空中就有一只巨大的黑色龙爪 朝着沈洛当头抓了下来 黑色龙爪上发沙出道道幽光 似扯得四周虚空都有些扭曲变形 沈洛若是仍旧强行使用振翅千里盾数 必定被这股力量扯住 落入黑龙巨爪中 可 还真是阴魂不散 她不得不中断盾数 在半空中停下身形 她手腕一转之下 掌心中震海冰铁棍浮现而出 被她猛一轮转 朝着黑色龙爪砸了过去 半空之中 沈洛体内的黄亭金功法全力运转 身后六龙六象的金色巨影全部浮现 随着她一棍砸出时 一起压向对面 高空中一时间金光蔓延 龙银向鸣之声不断 一股强大的威压发散而开 压迫着四周气流纷纷涌向那魔族女子 震海冰铁棍也在虚空中飞快延长 浑身金光溢溢 重重砸落在了那黑色龙爪之上 空的一声巨震 一股强大无比的冲击气浪从碰撞处席卷开来 激荡起一圈巨风气墙扫向八方 将下方山林方圆数十里的林木全都吹得倾倒而下 那黑色龙爪硬生碎裂 化作点点乌光消散开来 居空中尚未恢复平静 清零玄女的身影就已经激略而至 其手中握着一柄蜿蜿蜒如蛇一般的漆黑长剑 在贴近沈落的瞬间朝着她的心口猛然刺出 沈落早有防备 手中长棍一挑 轻松将长剑隔开 立即就要施展波天乱棒反击 谁料那漆黑长剑被隔开的瞬间 剑剑一斗之下 突然变得一片模糊 竟是直接幻化成数十道剑影 分别朝着她身上的诸多药学吐刺而去 她此刻在想催动黄色紧趴壁壶周身 已经来不及了 随即心念猛然移动 风藏在石海当中的定海珠顿时光芒大亮 几乎同时 她的周身之外一层层水蓝光芒狂涌而出 如浩然海浪一般冲向四周 直接将那层密集剑影和女子身形推具开来 并退到了百丈之外 定海珠 牛魔王居然将此宝都给了你 精灵旋女见状 眼中闪过意外之色 沈若没有理会女子的疑惑 身形一闪 竟是直接栖身而上 手中震海冰铁棍急速挥舞 施展起波天乱棒 打向了精灵旋女 距空之中呼啸之声大作 一道道密集棒影开始浮现四周 朝着精灵旋女不断包围而去 急目光微微一闪 单手掐了一个法掘 抬手一抛之下 手中黑色蛇剑盾时 乌光大作飞射而出 在半空中化作数百条黑色长蛇 朝着每一根棒影冲了上去 稍一临近 漫天棒影就跟黑色长蛇脚杀在了一起 不等棍式继续而成 就被彻底打乱 沈若剑掌棍无法叙事 便不再继续舞动 而是身形一闪 直接杀向了清灵旋女 女子健壮掌心中再度多出一杆黑色蛇毛 与沈若厮杀在了一起 两人一个屎棍 一个用毛 速度都是极快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道残影 而令沈若被感惊讶的是 此女的力量也十分之大 她全力催动黄亭金的状态下 竟然也无法压制对方 如此缠斗时数回合之后 清灵旋女突然一枪逼退沈若 口中发出一声力喝 即身后虚空中层层空间连一激荡 凭空浮现出一头面目猙獰地黑色巨龙 双眼怒争 龙虚飞舞 张口朝着沈若猛然一喷 滚滚黑色魔咽便狂涌而下 向她淹没过来 沈若必无可避 心念猛一催动 身前便有一道金光浮现出 藏于体内的天侧忽然一闪而出 从中涌出一片灿烂金光 将那滚滚魔咽尽数吸纳而入 不过数息功夫 所有魔咽就被天侧吸纳一空 可还不等沈若松一口气 她的头顶上方就忽然有一道青光落下 化作一块仗许方圆的石台从天而落 瞬间砸向沈若 沈若仰头望去 只觉得一股强烈无比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 手中长棍一挑 做事就要将其打翻 可那石台上忽然传来阵阵模糊声响 好似一声声不甘哀鸣 如同一阵魔音瞬间灌入了她的脑海 第780章魂魄归位 沈若只觉得眼前猛然一黑 成百上千道无头身影无声无息地浮现在四周 如恶鬼所命一般扑向了她 而一股股强烈无比的怨念混杂在一起 几乎瞬间就要攻破她的心神 好在定海珠上忽然亮起光芒 在重重黑暗中为她映出了一片光明 沈若立即暴和一声 催动神石之力将所有怨念驱散 眼前这才重见光明 然而 就在她视线恢复的时候 手中长棍已经抵住了上方杂落下来的青色石台 上面有可看到一道道刀剑劈砍出的印痕 和大量血刺氢染出的污迹 碰了一声闷响 这海冰铁棍底在石台上的瞬间 一股无形地束缚之力顿时从其上传了下来 将沈若束缚在了原地 那股股怨念竟是再次笼罩而下 与此同时 青灵玄女也已经再次飞席而至 手中蛇毛一挺 朝着她的心口捅了过来 眼看沈若就要被一击刺穿胸膛的当口 她的双目突然一凝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猛然朝着女子张口一吐 孤得一声轻响 一枚颜色赤红的圆珠从其口中急射而出 瞬间打向女子眉心 那圆珠浮现的同时 一股灼热无比的高温从中发散而出 赫然正是之前雷道人借给她的那枚赤燕丹珠 仓促之下 青灵玄女逼无可避 只能横避挡在了额前 手中长毛却仍是指思而出 就在长毛刺中审落的瞬间 赤燕丹珠也击中了女子的手臂 轰的一声暴鸣传来 赤燕丹珠内蕴含的地肺火毒瞬间爆发开来 在青灵玄女身前炸裂 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其手腕上的臂甲 连同面具一同炸裂开来 青灵玄女手中的蛇毛才只刺入 沈落身体一半 就随着被击退的女子一起 被打退了开来 沈落强忍伤势 挣脱了束缚 朝着那青灵玄女一棒砸落下来 青灵玄女横毛阁挡上来 架住了沈落的冰铁棍 沈落目光落在其手腕处时 瞳孔骤然一缩 赫然看到其如偶一般雪白的手腕处 赫然有五点血红印记 传簇一起 恰如一朵红艳梅花 魔魂转世之人 她心头猛然一跳 这时 青灵玄女脸上缺掉一角的面甲突然一松 眼看就要掉落下来 其忽然一收长枪 一把扶住面甲 竟是选择主动退了开来 而下方的山林中传来阵阵嘈杂声响 七八道盾光从地面飞射而起 朝着这边追了过来 沈落见状 尽管很想看清那女子面容 信口处传来的剧痛却提醒着她 不可再做停留 她当即收起震海冰铁棍和赤烟丹珠 双臂一盏 身上亮起晶莹两色光芒 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道晶莹幻影 以一个恐怖的顿速朝前方射去 眨眼间便消失在远处天际 一口气飞顿出数万里后 彻底离开了黑蒙山区域后 沈落这才用黄色锦帕覆盖住全身 循了一座山谷降落了下去 她盘膝坐下后 开始运转大开波数为自己疗伤 心中却因为突然出现的魔魂转世之人 而久久无法平静 每一个魔魂转世之身 都有可能是造成魔截爆发的根由 她若是能够弄清楚此人的身份 等回到现世之后便可谓与筹谋 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好不容易修复了伤势 沈落从袖中取出那枚琉璃玉瓶 剑里面的幼虎已经奄奄一息 便不敢再做停留 当即再次施展震翅千里顿树 回到了积雷山 积雷山等候的众人 皆是没有想到 沈落竟然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返回 一个个都以为 她的救援行动已失败告终了 没想到沈落在回到魔云洞府的时候 立即大声叫嚷着 快点请青芒道友 众人不明所以 牛魔王脸色煞白 伤势未愈 也是一脸疑惑地叫出了青芒 这一魂一魄很势不稳 劳烦你快点将其送归玉面公主体内 沈落则立即取出琉璃玉瓶交给了她 说道 她的话音一落 牛魔王和万岁狐王的脸色同时一变 两人目光聚失落在玉瓶之上 在看到那又胡模样的魂魄时 眼眶竟然都有些泛红 青芒接过玉瓶后 二话不说 立即掐动法觉朝着玉瓶上 步入了一丝魂力 然后才问道 公主何在 这时 人群快速分开 小玉牵着那名仍旧有些畏惧的女子 走了上来 金芒见状 抬手取出一张模样古怪的黑色符路 以特殊手绝掐着 猛的一点女子眉心 将之贴了上去 而后 其又从女子额前连起一缕发丝 并未拔下 而是引着放入了琉璃玉瓶的瓶口 有了那缕发丝的探入 瓶中又胡似呼嗅到了熟悉的气息 竟是直接顺着发丝攀爬而上 很快跃出了瓶口 一头撞进了女子的前额 只见女子眉心处光亮一闪 那眉贴在额前的黑色符路 便自行燃烧了起来 等到符指燃尽 女子紧闭着的双眼才微微一颤 忽然睁了开来 万岁狐王立即走上前来 正要开口说话 却被青蟒拦了下来 魂魄炸归 她此刻还处于茫然懵懂之时 先默于她言语 让她自行缓上一缓 女子目光微微一转 落在了万岁狐王脸上 端详片刻后 固然叫道 父王 只是这一生轻患 瞬间就让万岁狐王红了眼眶 女子视线再度偏移 落在了牛魔王的身上 原本还有些木然的神情 顿时起了变化 只是其才刚刚张口 就突然眼前一黑 栽倒了下去 牛魔王连忙冲至身后 一把将其抱在了怀中 只是不小心牵动到了伤口 疼得每脚冲动了几下 只是此刻她根本顾不上这些 盲沉生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不用太担心 她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是魂魄骤然补全 在看到你们的瞬间 有些前世记忆开始恢复 一时间底受不住这样的冲击 昏死过去了罢了 让她好好休息些十日 就没大碍了 经盲检查过后 说道 众人闻言 这才松了口气 是